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阿聰 現在內地多個省市都設有無障礙的通道 方便一些商見人士出行 不過在某些景點,他們的無障礙通道 就為市長人士帶來了一大難題 究竟難題有多難呢?一起去看看 平日我們經常以山路十八彎形容大自然的美景 但內蒙古的赤峰就出現了長約150米的引渡徑 據了解,引渡徑是為了避開新移植的樹木 一而鋪設成為直角多彎 此外,山西山有一條百米的引渡徑裏 有35處支持彎 有網民說,這樣鋪法比不鋪更難受 人民網評論文章指出 引渡徑鋪設的好壞,視像人士最有發言權 如果走幾步路就撞上樹缸 幾十米路就要繞幾十個彎 這樣需要攀山攝水的無障礙通道 根本就沒有在用家角出發 在考慮他們的需要 鋪設一條合格的引渡徑 不是很簡單地在路上擺幾塊磚就完事 即這條普通人眼中凹凸不平的道路 正正是視像群體行走這個世界不可缺少的通道 它代表一座城市對視像群體的關懷 體現了一方水土的文明素養 引渡徑從來都不是城市建設的形象工程 而是實打實的的民生工程 一旦引渡徑能為盲點 這樣後果不單是盲人會止暴 而且市民亦會望而卻步 就內蒙古這個例子來說 引渡徑究竟是否比樹仰道呢? 這個本來不應該在城市規劃中需要討論的問題 無論在生命至上的社會共識 還是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 都給出了最簡單直接的答案 生活越來越方便 但發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仍然存在 地方政府應該捕捉短板 堵塞漏洞 強化藥學 努力避免發展的盲目 文章認為 少一些盲目 多一些正事 城市才會越來越健康 社會才能夠越來越健全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收看